为了处理行政院对地政事法提出的复议案 立法院必须要在春节之前加开临时会 朝野党团已经有了共识 将会顺带地把在正式会期当中 列为遗租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正案纳入一程 行政院打算对地政事法提出复议 由于目前是立法院修会期间 依法立法院应于收到复议案七天内加开临时会审查 并于开议十五天内进行记名表决 如果预期原决议将会失效 而复议时如果有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以上决议维持原案 行政院长应接受该决议 反制者不维持原决议 换句话说立法院势必得在今年春节前 加开临时会讨论复议案 国民党立院党团大党编林洪士表示 国民党团将假机动员以确保通过表决门槛 并会把各界关注的视频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一并列入已成 那当然一定会假动 因为复议案这是一个重大的议案 所以我们一些委员出国 但是也会把他请回来开会 不过民进党团批评立法院之前 在地震事法修法过程朝野并无争议 为何行政院现在才有意见要提复议 应该要有官员为此负责 应该要先把责任谈清楚 为什么你行政院在立法前后的态度 差异这么大 是谁失职的 应该要负起责任来 民进党团也表示 如果加开临时会 希望将视频卫生管理法修正案 也列入议程 不过党团担心 行政院会利用临时会的期间 夹带其他法案闯关 所以党团也会全力动员 避免被国民党意识突袭 记者张雄 张子佳 特别报道 展 qué宣ily 文账 李宣账 为彂秀 惠